上星期開會被議員踢爆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 竟然連基本的防撞措施和監察系統都脫漏 大橋動工近6年 現在才被議員罵醒 運輸及房屋局星期四就提出多項補獲措施 包括在較繁忙的航道 配置結構監察系統及感應器 當偵察到碰撞時 感應器會接收到可能出現的結構震動 並且發送信號去到管制中心 盧政署都會研究為大橋增設錄影系統 當局將會在橋頂上配置航行輔助設備 好像是顏色標誌以區分不同的高度限制 令到船舶操作的人士更容易知道有關的高度限制 另外都會配置雷達應答裝置 等船舶洗經有關航道時 能夠發送及接收雷達訊號 令到船舶可以在能見度較低或夜間時 認清正確的航道 ONTV 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